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 先跟委员会做一个报告 立法院会议室人员进出 最近有做一个调整的措施 我先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第一点 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的疫情的持续 为了减少近距离接触飞沫传播的可能 本院群旋楼红楼会议室 含二楼以上的走廊等地点 参佐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09年3月31日宣布之社交距离的规范 即日起请进入上开区域时 佩戴口罩院内及其他室内空间 一比照办理 第二点 即日起本院向国内自由品牌厂商 免费借用紫外线灭菌机两台 供本院每周134于各委员会会议结束后 进行全面消毒外 亦可提供有需要之委员研究室登记后 安排时段进行消毒 109年4月2号在进行院区各会馆 记者室等公共区域环境定期消毒工作 届时各委员研究室及本院各单位研究室 如有消毒的需求 亦将并语试做 好 今天的议程有两案 一 审查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有关文化部主管预算 公务预算解冻案9案 二 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 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 第13条14条条文修正草案 进行寻达以及逐条审查 首先介绍在场委员 现场有范云委员 还有李德伟委员 好 我介绍与会的官员 文化部正立军部长 谢谢 综合规划师林鸿毅师长 文化资源师张慧珠副师长 文创发展师陈岳怡师长 影视及流行音乐发展师曾经满师长 人文及出版师陈寅芳师长 艺术发展师张苏豹师长 文化交流师吴绍开师长 主机处李秋月处长 文化资产局四国龙局长 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 徐宜军局长 国家人权博物馆陈俊宏馆长 国立历史博物馆廖新田馆长 行政院主机总处公务预算处 专门委员 张宏军 好 以上 接下来请文化部政部长进行口头报告 报告时间八分钟 好 教委各位委员 大家早安 感谢教委会安排 今日两项报告 那么首先是 委员会审查行政院 含请审议 无限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修正草案 那这一项的修正草案 主要是为了符合 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那么于2006年施行 那么其中第五条议指 缔约国应该禁止所有 基于身心障碍之歧视 保障身心障碍者获得平等 与有效之法律保护 使其不受基于任何原因之歧视 那么我国在103年8月20号制定 公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 也同年12月3号来施行 那么明定各级机关政府应依公约规定的内容 就其主管之法规与行政措施 有不符公约规定者 应进行法规之修正 所以本次的修正草案 是并同各相关部会机关的相关草案 一并送请大院来修改 那么其中有关本法案的第13条跟第14条 当中还有相关歧视性意涵的残障文字 那么修正为身心障碍者 那么修正条文请委员参会 那么这项修正草案是连同其他部会的 许多的法案一并送请大院来修正 那么第二项报告是向委员会报告 文化部主管109年度预算冻结项目 动支 那么非常感谢赵伟委员会安排 今日的动支报告的书面报告的审查 那么这一次会议报告有9项 冻结金额是7350万 那么详细的书面报告 已经依据决议寒送大院 那么以下警救9案来进行检要的报告 恳请委员能够支持来同意动支预算 以利业务的推动 那首先是第一案 在文化发展的评估与推动 原冻结100万元 那么在这一项的工作计划里面 主要是能够建立文化政策 公民参与的机制 那么以及文化汇报的运作 还有文化基本法定定之后 相关持续的草案 以及相关研修的工作 那以及文化人才的培育等 那么我想这一项预算因为涉及 为了落实我们部部都是文化部 这样的文化治理的架构 恳请委员能够同意动支预算 那么第二项是国立历史博物馆营运与发展 冻结500万元 那么委员关切的是 史博目前修复的进度 那么目前该馆的本馆的建筑 跟台银宿舍群文资的审议 及文物库房都市设计审计等 那么因为相关的审议 那么造成时间的延宕 那么目前史博馆都跟审议机关积极的沟通 目前也正报修计划 那也这个透过这个作业进度的调整来提升执行率 那么这项冻结的预算涉及的是史博馆经常性的运作 那因为史博在修馆不修馆 服务不打烊这样的原则 希望能够持续的运作 那也恳请委员会能够支持此项预算的解冻 那第三项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与辅导 冻结五百万元 那么文创产业这一项工作计划 主要涉及来辅导民间的文创业者 那么参与各项展览的平台 以及加持应用跟国际化 还有文创创业圆梦的计划提供创业第一桶金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恳请委员支持来解冻 让持续能够支持文创工作者 尤其是独立工作者 能够进入各地的文创聚落 那么第四项是有关花莲文化创意产业 那么在去年12月 本部与花莲文创产业的 花莲文创园区产业的厂商解约之后 委员关切后续的转型 冻结五十万元 那跟委员会报告的是 在1月1号开始 我们就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 来进驻先行办理花创意亡橱窗 那么2月已经在地方 成立了转型规划的办公室 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转型 能够纳入在地参与 会采工厅会咨询会座谈 以及在地open code的方式 那么让在地的意亡工作者 能够深度参与未来的规划 那未来花创将以文化政策 在地意亡支持基地 以及文化经济的服务设施 三个面向来做整合 来预计在今年的第四季 展开新的营运的一个模式 那第五项是空总 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冻结一千万 那么就如同本人在这里 多次的向委员报告空总 是希望作为一个 未来文化创新的 一个国际级的机构 那么目前朝建构当代艺术 科技媒体以及社会创新 三太系的模式 以软代印 先成立组织 那么来规划整个空间 的这个 未来的 工程计划的一个空间规划 那么我们获行政院同意续办 但是必须在两年内提出一个 空间规划及工程计划 那也希望这项预算 能够获委员解冻来持续运作 那第六项是文策院 冻结两百万元 那么委员关切的是 文策院抚于去年十一月挂牌 那他的组织章程 薪知知己的规章 是否已经订定 那向委员会报告是 这些相关的行政规章 都已经订定 也通过文策院董事会 的这个通过后 报本部备查或核定 那么另外 为了确保文策院 如实执行本部移交的业务 我们也订定了相关的绩效 评估的相关的办法 那么未来在今年 会来进行绩效评估 那第七项是 国际级两岸布局 冻结两百万元 那在这项工作计划里面 是文化部希望以 辅导财团法人 文化台湾基金会 能够未来中长期 朝向日本的Japan Foundation 或是英国的British Council 等国际文化交流的专责机构 来进行转型 那目前还在一个初步规划的阶段 那未来希望能够配合本部 国际文化交流体系化 来促成国内外文化生态的接轨 并且逐步规划国家文化品牌 深耕国际这样的工作目标 那第八项是 文资局的文化资产业务 这个是一个整体的 文资保存跟活化再利用的预算 冻结两千万元 那希望委员能够支持 让我们解冻 能够有利于推动各项 有形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 活化再利用 以及再生的相关的工作 那最后一项是 国家人权博物馆 冻结一千万元 那么主要是 向委员会报告的是 这一项国家人权博物馆 终成计划 计划期程是到一百一十年 那么过去因为在 规划的阶段 那么一度累计剩余 这个因为相关修复的工程 它需要考量历史脉络 那么有略为影响预算的执行率 那么到目前为止 那国家人权博物馆 透过各式的咨询 那么调查研究等 以积极的提升预算执行率 一百零八年 本计划的致用比达到百分之八十六 那所以恳请委员会能够 同意动制预算 以立中程计划的顺利推动 那么以上两大项报告 谢谢请委员指教 好谢谢郑部长 现在进行综合寻达 每位出席委员 咨询八分钟 必要时延长两分钟 列席委员咨询时间为五分钟 发言登记截止时间为上午十点三十分 委员如有临时提案 请于咨询结束前提出 处理临时提案时 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 原例不予处理 好我们就首先请登记发言第一位的 黄委员国书咨询 好谢谢主席 有请郑部长 部长好 赵伟好 非常辛苦 要特别感谢 针对全台湾的议文团体 面对肺炎疫情所受到的冲击 我们很快的提出了相关的纾困的方案 而且从3月17号开始受理纾困的申请 那一直到昨天3月31号 是第一波纾困申请的截止日 好到昨天为止 我大概请郑部提供了一些数字 所有提供提出申请 包括各个类型的案件 事业的部分总共有358件 自然人总共有310件 这个自然人310件太少了 怎么会这么少呢 一文工作者我看在台湾 其实是数万 这只有310个我觉得太少 报告委员 受理期间还没截止 我知道我知道 受理期间是到4月10号 我了解 所以应该后续事业跟自然都还会有案件 还会有 我相信还会有 因为我们评估大概目前应该是 那因为我们3月17号开始受理申请嘛 到3月31号这一波截止 因为我们4月我们就要开始拨款了 我们文化部效率很快 我们是为了加速 加速 所以我们分批审查 收到的我们就开始启动审查 我了解 但是这一波截止是到4月10号 到4月10号我了解 到4月10号大概也剩下10天了 剩下10天了我在想 我们从第一波到3月30号截止登记 如果只是只有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还 可能是不是我们还要再去检讨 因为这个建树有一点少 4月的部分 我去了解了文化部统计的全台湾的艺文团体 全台湾的艺文团体各线市统计起来 有6363个艺文团体 那这个艺文团体大概 大部分是表演艺术团体 视觉艺术团体 当然还有一些流行音乐的团体 好 我们的申请补助可以申请的类型有非常多 包括出版 包括公益 包括影视 包括社区营造有型资产 无型资产都有 这么多的类型 那我们艺文团体有这么多 结果我们在事业的部分 只有358件申请 这个申请的比例大概 如果要这样换算的话 包括全台湾的艺文团体在内 如果这样的申请的比例是不到5% 不到5% 那我觉得可能要检讨 因为4月10号的申请截止就到了 是什么原因会这么少呢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计划书 申请的计划书很难写吗 但是我看也不会 不会 我们这一次文化部其实是非常的 他们平常年度的申请 了解了解 比过去的申请的案件 其实都已经简便非常多了 我看过你们的那个申请的表格跟申请的要件了 那应该也不是申请的计划很难写 那还是因为宣传不够呢 还是因为宣传不够有非常多的艺文团体 他们不知道有这个疏困方案 我们可能要去了解这个原因 因为接下来的这一波 大概只有剩下10天而已 如果只有这样的艺文团体来补助 可能没有办法 掌握到全台湾的艺文团体纾困的需求 所以我在这里也建议 是不是可以透过各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文化主管机关 他应该很清楚我所属的县市 到底有哪些艺文团体 他们都应该很清楚 他们应该要跟文化部一起 或者他们在地方上想办法也去协助 邀请地方的一些艺文团体 告诉他们 也指导他们如何来申请 这个部分我不晓得 文化部跟地方政府之间 有没有开始有一些联系 我跟几点跟委员报告 首先第一点是 这个这一波申请的截止日是到4月10号 那根据过去我们部里面接受申请的经验 通常都后面的申请量件 就会大幅的增加 因为前面大家还在了解跟准备作业 那么第二点是 部里面也到各地办说明会 那么地方政府邀请我们都会去 我们也有跟地方政府一起 跟在地的艺文团队说明 所以我想这个讯息是有出去 那第三点是 其实这一次的申请跟平常 这个文化部的预算 年度预算申请是很不一样的 这一次是针对遭受疫情冲击的申请 所以我们已经大幅简化了 相关的计划内容的说明 只要举出它受疫情冲击 我们也有标准化相关的项目 那也有咨询窗口 那我们接到咨询窗口的 电话的咨询量是相当的多 所以我想应该后续 这个补助的申请还会再提出来 但是大概只剩下十天而已嘛 好 我们跟经济部要到了这个纾困的贷款 这个由经济部来办嘛 经济部的纾困贷款 议文团体到目前为止 也才只有五件申请 也才五件申请 这个也偏低 一文团体那么多 我们也好不容易要到 经济部的贷款的纾困 到目前就才只有五件啦 这什么原因 我们可能要文化部 可能要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来了解一下 好 我统计了大概这样 我们总共有十五亿的 就是我们 我们跟经济部要了八亿 我们自己变了七亿嘛 总共十五亿 行政院特别算八亿 一环积极七亿 七亿对 我们总共有十五亿嘛 好 如果以刚刚我统计的那个数量来看 三百六十八案 乘以如果以上限是两百五十万 我们这上限嘛 事业的部分 两百五十万 那自然只能三百一十万 三百一十案如果一个案上限是六万的话 如果这样子统计出来 这样子加起来 就大概快九亿了 但是未来你说到四月十号 还会有非常多团体进来 所以显然你这个十五亿 可能会不够 是不是赵伟给我一个 可能会不够 赵伟给我一个完整的时间 我跟您说明一下 没关系 我把我的问题问完再回答 那再来就是说 昨天行政院长说 要再加码一千亿 做纾困的预算要加码 那么未来的文化部 这个纾困会继续争取多少的预算额度 就这个一千亿 好 跟赵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报告说明 那赵伟担心说 是不是申请的少 其实我反而是担心说预算不够 因为可能申请会在这几天 4月10号之前会进来 所以我其实是 上次在委会就提出说 我认为十五亿不够 那当时因为受限于 目前看是不够啊 因为 当时受限于 以这样的申请量 就已经快九亿了 是 我跟赵伟做个比较完整的报告 当时这个特别一算 因为受限于六百亿 所以我们只有八亿 所以因此部里面提出 一晚计计七亿总计十五亿 但是我还是认为不够 所以上次我在这边有承诺 我会再继续争取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们第一个争取 除了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之外 希望能够纳入 现在还在行政院讨论中的 大型事业专案的贷款 那这个要突破 目前中小企业贷款的 贷款上限的额度 因为有一些像应援业等 一些大型的事业 其实它的贷款需求会更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针对比较重大冲击的 艰困事业 我们有提出专案的请求需求 希望能够获行政院的支持 那么因此在十五亿之外 我们渴望会再提出新的预算的需求 也渴望会获得行政院的支持 因为苏院长也有表达 外部有没有预期的额度 在这一千亿增加的 因为目前还在跟行政院讨论中 我们尊重行政院的这个相关的会议还在持续进行 那第三点是 这个部里面也已经会我们会邀国表议 国议会文策院以及等我们相关的法人机构发挥它行政调控 跟它既有预算一起来提出方案 那我预计在行政院相关的预算的协调之后 我们在四月中会再提出 第一文产业纾困2.0的方案 好 OK 所以未来会有2.0吗 那因为这一波因为受限于特别预算600亿 对我而言我们这一波是希望解燃眉之急 了解 那所以我们是先用特别预算来进行这个燃眉之急的 我只是想要了解文化部是不是有看到一些问题 好 再来金曲奖今年会不会延期 六月要办了嘛 那现在疫情指挥中心说室内活动只能100个人 小巨蛋的座位是15000人嘛 那六月要马上到了 那现在都在筹备了嘛 我想问一下 金曲奖今年有可能延期吗 还是用别的方式办理 这个可能文化部要做一些应用准备了吧 各位委员报 因为金曲奖影视局他们有民间协同 民间相关的执行团队 然后总监 那么已经评审团 所以他们有很非常专业的讨论 那我想疫情是全面性的 我们还是要因应指挥中心 这个阶段性的相关的指引 所以我是不是请局长很简要的 好来 局长 局长 金曲奖今年会不会延期 委员我们现在正在 我们会接到疫情中心的相关指引 我们都有在做评估 那所以因为涉及到整个还有评审团的作业 所以我们会整体评估 然后参考这个指引之后 我们会就是 国号方案出来之后 我们才会就是看疫情的状况 我们会再说明 可能5月就要决定了 4月可能就要决定了 可能4月要决定了吧 因为这个金曲奖设有评审团 那么也有相关的典礼的制作团队总监 所以策展人等 所以经过专业评估之后 就会尽数对社会说明 好 可能你们也可以要踩线上颁奖的模式 这个可能也要列为你们的可能性方案之一吧 对不对 我想专业团队会有各种复案的讨论 他们会去判断嘛 好 我再最后讲一个问题 事实中部长昨天说防疫一公尺 那室内是1.5公尺 国内的各个博物馆场馆 现在都要超前部署了 这个台博物馆跟中正文化中心 事实上现在入馆都要登记了 现在入馆都要登记 那其他的馆呢 其他的馆 其他的馆有没有要采取入馆登记制 因为如果有人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 有确诊 然后我们要去了解 到底这个时间有多少人入馆 所以我们文化部的所有的场馆 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因应 然后距离要1.5 室内要1.5公尺 那是不是也应该有采取 这个参观动线跟距离间隔 这样子的部署 赵伟您都没有看我们新闻稿 3月5号指挥中心公布新版因应指引之后 其实文化部有对外公布了因应原则 那只要指挥中心一更新因应指引 我都是当天就会公布因应原则 那所以我们从新版 3月5号新版因应指引 我们开始落实 展览场馆跟表演场馆新的原则 那都是根据那6项 风险评估指标 那民间要做评估啦 但是公布们我们都6项 风险评估指标 就把它转化为相关的防疫措施 所以现在都有落实在做了 现在就是台博馆跟中中华中心 入馆有登记嘛 室内空间 因为这个因应指引里面提到 集会要掌握这个参与者嘛 的相关的资料 所以我们都根据这6项风险评估 都有在落实 请赵伟放心 好谢谢 谢谢 谢谢黄委员 谢谢郑部长 部长请回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请丽玉华委员 主席好我们请政部长 好请政部长 部长上次有机会我们在这边就谈到说 除了原来的8亿再7亿再会有第三波甚至第四波 那因为这个疫情正比疫情中长 就是对大家的冲击面也很广哦 但是抱歉我第一想先请问一下 因为520快到了 请问你们有被征询 因为说实在 现在文化产业影响这么大 但第一个啦 如果你有机会高升 我也很乐见 但再来的话就是文化部的部分 因为终究会牵涉到 在520内阁改组的部分 不知道是不是你已经被征询这个问题了 报告委 我想现在政府整体 我们都在为防疫跟纾困 做全力的努力 我想政府里都没有任何人谈到 目前还没有 任何人事 那我想我个人 完全没有时间想这些问题 我现在每天心心念念的 就是做好防疫工作 那艺文产业受创严重 怎么样来做好这个困的工作 所以我会很关心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那当然也牵涉 因为你是有超前部署的一个首长 所以我当然觉得说 文化部还蛮需要 你能够继续 handle很多的事情 只是说当然 所以我刚刚说 如果你是网上高升 我们也乐见了 要不然当然觉得文化部这个位置 没有任何的 要文化部这个位置来说 但我们也期待说 我想没有任何相关的这些 所以目前还没有 那我在此要表达对委员 朝野政党各委员 大家对艺文产业的支持 我想在这一波 不论朝野各政党 大家一起共同来协助艺文产业 就省略不问 但是其实昨天指挥官 他有提到一样 就是防疫社交的部分 他还讲到说 希望电影院单场 不要卖100张 其实我听完之后 就觉得 可能陈时中指挥官 现在很忙 他应该没有时间去看电影 你知道电影 现在票房 他们说 大概少多少吗 所以有少到八九成 是 包包围 二月的时候 可能一天都卖不到100张 不到两成 二月的时候 我跟行政院提出需求 当时不到五成 然后现在应该是 不到两成左右 所以我也非常的忧心 所以我们也针对应演业 做了比较全面的思考 所以他不是叫做 单场不要卖100张 一天 他不是说一天 你卖不到100张 所以其实你知道 最近有一个 有一个调查 是那个 电影戏剧商业同意工会 调查了101家戏院 七成六 业者同意停业 你会觉得这个 有点 吓到 就是说 既然那么多业者 他希望说 干脆政府 像香港 新加坡 意大利一样 干脆下令 直接就是停业 你会不会看到这个数字 你会觉得 既然有这么多业者 希望政府下令停业 你觉得他们碰到了什么困难 我是对于应演业者 或是乃至像表演艺术 相关的产业 面对到的冲击 我是非常有感受 我深有感受 我知道说大家受创严重 所以甚至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文化部现在 因为整个 目前依照特别条例 是由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来订定相关的指引 那我们各部会都配合 但是就说 但是我们文化部要做好的话 就是说 如何强化 在防疫工作的协助 以及纾困 我们全力进行 那么 无论它停业与否 我们都全力进行 也不用 不需要说等到停业才进行 才启动 启动什么样的纾困 现在我能问一下 租金有包括在 你目前的纾困 目前我们有针对应演业 思考它的负担 但是我看你们说有 有规定说 好像一个只能 一个单位只能250万嘛 事业单位最高补助250万 但是你知道现在以租金啊 有的电影业者 搞不好一个月的租金 大概就要百万 超过百万 一家戏院超过 一家戏院就超过百万 那如果是连锁 因为它有好几家 是啊 然后呢 我就会想说租金的部分 因为既然还有 再来院长说 还有一千亿的特别预算嘛 再加上说 本来租金就在里面 其实租金我觉得是一个 现在就冲击的问题 那就是像台北市局来讲 它要把公有室有的 它就直接减半 那这减半等于政府吸收嘛 但是因为碰到民间的不可能 有没有 你有没有考虑把类似这样 一半的租金 由政府来补贴 这不会有没有可能 列到我们再来的纾困的范围 要不然你250万来讲 可能真的是悲垂奢亲 对还是背水车薪啊 跟委员报告 就如同我刚刚跟赵委报告 目前行政院院长也宣示 要再投入 这个新增的预算来进行纾困 所以各项的纾困方案 目前在行政院讨论中 我可能没有办法在这边 一一回答委员说 哪一项补多少 但是我们有几项工作在进行 因为目前我们的纾困办法 针对的是这个解燃眉自己 第一波受疫情冲击的支持 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一个提出 大型事业专案贷款 突破中小企业贷款的上限 对市有的不一定是大限 对 它有了中小型 现在有了一间 中小型目前就有贷款 中小企业处 我们文化部 一文财已经纳入 但它有一个八千万的上限 所以目前现在进行的是 非中小企业专案贷款 就是大型事业 这是第一个 可是系运 系运应该不算大型企业 他们应该是 它是超过中小企业处的标准 所以的确现在的贷款对它 还不足 这是专案协助贷款的部分 还有第二点 针对艰困事业 就是遭受疫情冲击 那么衰退到一定程度以下 然后有重大冲击的 我们会提出专案的请求 像映演业啦 像表演艺术等等 我已经提出专案的请求 所以这一点委员您刚 您刚询问的这些问题 大家因为之前都看到 比方是属于 就是一家公布 观光局这一块 但是说实在 其实像我们讲的 很多文化产业 包括像电影 他们影响 也是重大冲击 都是重大冲击 可是你就是看到 相对真的在某些部分 它有很多 寄出了很多好的方案 像甚至补贴薪资 可以到最高到2万 类似像 就避免大家无心嘛 或者说避免裁员的状况 可是像我就发现在 不同产业之间 的确还是不同的对待 所以我也提出 所以我希望你要要求 好不好 就是要相同对待 我已经在行政院的相关会议 我想应该是 两三度会议提出请求 所以您放心 因为我就发现说 因为过去SARS经验 其实对益文产业的纾困 是经验有限 所以这一次是几乎 所以我们话会重新提出来 我相信你一定会 所以我已经有提出请求 所以上次我也在这边回答说 委员说我一定会提出请求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到的是 希望看到快一点 因为现在要快嘛 大家都很急 所以你看像4月10号 刚刚赵友在讲 4月10号不一定大家提得出来 第二波哪时候要提出申请 就我们希望是持续性的 所以包括好的方案在文化产业部分 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 不断的继续的公布 好不好 所以这要拜托一下 就是希望 专案补贴业者租金 或专案协助贷款 或刚刚讲的各种 具体的项目 我没有办法在这边一一回 因为行政院整体回话 就请你具体力争 只是说我们请求说 我们一定支持你 是 我们请求说 艺文产业有受创严重的 我们希望以艰困事业的方式 是不是行政院整体来 对啦 就是说不要有差别待遇 就不能有差别待遇 好 真的要麻烦你 再来部分我想提一下就是 我们今天在书面 就是随着 在冻结的部分 我还是对空总文化实验场 计划的部分 我觉得今天我需要 要退回书面报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部长 你知道你们现在在做变更计划 你们要打算要变更啊 变更 可是当初我们三读通过预算的时候 是原来你们已经经过国发会 通过的预算 但是我知道你们碰到一些困难啊 因为像国防部没有任何的图 可以移交给你们 甚至说包括管件怎么样 因为我有跟同学聊过嘛 那你们完全没办法掌握 所以我现在听到 就说你们要变更计划 那变更计划呢 就代表当初我们给预算的这个部分 跟再来可能看到计划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会做一个提案 我希望要先退回书面计划 书面报告 等到你们行政院正式的到底是如何 多少的预算相关内容 我觉得应该再补送新的报告来 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再解冻 我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啊 不是变更计划 那是这个报修相关预算分配的进度 所以整体计划没有变更 那因为行政院已经同意续办 他同意再编这个两年的预算 但是我们是变更他的这个预算分配 我里面完全都没有看到啊 那好就算你说有改变 还是跟当初就是我们 整体计划没有改变 我们在三读省预算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没有改变 主要是进度分配预算 每一季的分配预算的预约率的调整 那主要是这样 主要是也不是刚刚委员 这些细节问题 跨机关的协调都还好 主要是我们希望先进行空间规划 先进行空间规划 再来进行 因为这防疫我想我就不想太那个 但是 但是 之前本来说1月份 你记不记得有答应 1月份要开一个说明会 有文化部来开 1月份 空间小组已经成立了 不是不不 要对民众开说明会 对啊但因为现在因为疫情 我们的确本来有规划 没有本来是答应1月 1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疫情 1月是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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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跟委员答应 1月跟委员答应 任何的对我们的说明 所以我才觉得 第一个是没有说明 也没有开说明会 再来我就说 因为内容有些改变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 书面报告 我主张要先退回 我们再跟委员来报告说明 然后等到更详细之道说明 待会也许我有机会再跟委员报告 再起动 所以我今天会做一个相关的领域提案 要退回书面报告 过年前我本人也主持过 空间咨询会议 主持过相关会议 所以其实是有持续在进行咨询 那是 我们希望说是针对不同社群来进行咨询 其实我本人有主持啦 有持续在进行 所以这个不是变更计划 是为了希望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空间规划 所以要调整它的预算分配的期程 我想我再请同仁把资料补充给委员 反正到临时提案的时候再来讨论 好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接下来请张廖万坚委员 好 谢谢赵伟 我们请那个部长 好 请部长 委员好 好 部长好 辛苦了啦 我想这次大家都很重视这个文化纾困的问题 那比SARS 当然比起SARS 我们是其实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我看起来 艺文界反映热不热络呢 当然非常热络 因为现在真的蛮惨的 那很多人在询问 所以我想也有一些经验的限制 然后整个对产业的那种第一次这样子大规模的要做纾困 当然会有一些经验上的问题 但我想文化部目前为止做的算是蛮积极的 但是我们面对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疫情好像越来越远俊 以前我们那个600亿的那个纾困条例大概是针对这个 当时只有中国那边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那个规模大概就是600亿 可是现在像欧美的一些经济比较强的国家 哇 都这么严重 那台湾已经是一个像我们那个五大片商 五大片商我刚才讲到电影的一些流行文化产业的冲击 你看五大片商其实他们也都把重要的强片全部都撤檔都延后 就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现在的电影院放的都是艺术片 艺术片变商业片 也不是坏事啦 终于有机会看 不过这个到底是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是蛮惨的 那昨天我们看到你像防疫指挥中心 3月25那时候公布了一个室内100人 4万500人 所以那时候的电影院大概售票就是100人为主 那现在越来情况确诊案例虽然我们都掌控中 但是它的确诊数越来越多 那零星的个案也越来越多 那我们现在开始3月32还有一个社交 刚才很多人问的社交距离 那室内1.5公尺跟室外1公尺 那部长坦白讲我是真的没有看到你们的新闻稿 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新的 新的这个 昨天才公布的这个室内1.5公尺跟室外1公尺 我们现在怎么去看电影 报告委员 这个指挥中心在3月5号公布新版的这个因应指引的时候 文化部已经有公布了新版的因应原则 那我们当时就是针对这个3月25号室内100人 市外500人以及6项风险评估 包含要掌握参与者的名单 那么相关的这些原则我们都已经有注意事项在进行了 那室内1.5公尺我们已经针对100人做了所有的场馆 融流人数每时段不超过100人 那所有的博物馆的规模我们都全面盘查 那么请他计算出就是说 每时段都可以达成 目前就是同时段不超过100人 所以室内1.5是一定可以达成 那所有的会议所有的这个活动 在100以下目前也都透过这样的因应指引 新版的因应指引在进行 所以我们都是即步就同步更新了 所以现在不管是电影院博物馆 展览场馆 演唱会呢 目前演唱会是几乎都已经取消延期 四月都延期了 大部分都延期了 好再过来 我大概是大家都问到了 其实现在这个规模要扩大 那我们其实看规模扩大 就是说 苏葵昨天在院长昨天在院会总咨询就讲说 其实这个规模可能看到人家 这个欧美也开始都有 是美国二十几兆 那台湾其实整个如果他是把这个银行融资都算在内 那现在可能又要因应新的 其实再多了一个1000亿的一个 纾困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部长有没有什么想法 报告委员 这个从文化部提出特别预算8亿 加季本部以缓季15亿之后 我有对委员来跟社会报告说 我自己觉得预算不够 不够 因为其实当时我提出来的需求是比这个高 那所以之后 当时你提出了多少需求 之后 尊重行政院我就不在这边回答 不会啦 我觉得你讲一下让我们知道 我现在跟委员 因为我觉得具体 中小企业贷款 上限以上的大型事业的贷款需求 也有益文产业的需求 所以希望纳入大型事业专案贷款 那第二是 针对像交通啦 观光旅馆等受创严重的监困事业 益文产业也是有 我们希望也能够提出专案的纾困方案 那第三因此这个15亿一定不够 希望预算再增加 再增加 我们也有提出新的需求 那第四我们自己 我文化部里 我有继续盘点 继续盘点 我们透过行政调控 还可以发挥的年度预算 在这个疫情期间 转换 转换它执行的模式 来搭配 那所以我也请国表议 这个国议会 文策院等 发挥它法人的行政调控 跟它既有的预算 一起提出方案 所以我预计会在四月中 提出益文产业紓困2.0的整体方案 那我想在这个之间 应该行政院的预算编列 会有初步的一个轮廓 对 像那些体育署提出说 40亿行政院都没有过半个 可是后来大家也很关心 其实大家都接受到地方的反应 那我们其实看 去现场也去看去了解 后来体育署在3月30号 3月30号就公布说有一个32亿的输困方案 但里面有一条我是觉得 像可行但怎么做 比如说我们一直讲到那个 像观光旅行提到消费券的问题 那我们益文像这个运动产业 他就提出一个说500块 本来是说200块150万人次 当时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当时问他怎么执行 那后来他现在报布同意的是500块300万人次 一下是匡列的数益 当然他有一个运发基金 他有那个钱可以用 我理解 可是你看像看电影看场馆表演 或者到博物馆去 事实上我们怎么样子来促进 就是说在疫情过后 疫情过后 怎么样子来促进这些人的回流 或者说刺激他 有没有部长有没有想法 这个体育署有运彩基金嘛 那像交通部有观光基金 所以其实社友基金的相关部会 他在 他就比较大手笔 这个已经超越了年度预算的 这种预算的需求的时候 他可以发挥他的功能 文化部就比较 那文化部就是因为没有文化基金 所以我特别在文化基本法里面 有通过了要设立文化发展基金 那目前还在跟行政院协商裁员 是不是利用这一次 要订定办法 那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文化部 当然我这几年非常感谢行政院的预算的支持 包含年度预算跟前瞻预算 其实今年的预算 已经比2016年我刚上任那一年 公共预算加进行政预算 成长七成 但是我们的整个组织预算机制还不足 所以文化发展基金 应该要尽速来把它订定 但是目前解燃眉之急 还是要靠部里面 除了移缓寄急 还是要靠行政院的支持 所以我想我做部长 我一定会全力提出我们的请求 我就是请部长去思考 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也是跟行政院这边沟通 像应发基金 像我们讲运动产业很弱势 我们不断去跟他讲不断讲 他后来把这个基金拿出来 做这个救火的 疫情冲击很救火的一个后援的准备 那其他的像交通部也一样 在文化部 我们好不容易整个本预算 提升到你说七成嘛 可是事实上遇到这个疫情之后 我们好像 除了这个行政院能够加码之外 事实上没有第二条路了 我们那个基金也才刚开始 所以部长我是支持 像我觉得说 对像你说看电影我怎么看啊 那现在院线片放那艺术片 我每次在看 可以去看 可是我怎么看 我要不要倒口罩 那安全措施当然 我们都有一些指引 那我们怎么做 所以其实这些 不管是流行文化产业 艺文团体 你看下一页 其实刚才黄赵伟问过了 其实我们光是4页就358 只要申请 那如果说上限250万 其实就他9亿了 这是远远不足 我想依反记起 因为其实截止时间4月10号 大部分的申请 依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后面的量会增加 会比较多 对我想刚刚 这个委员问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对 其实这一波的整个纾困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充分感受到 苏院长秘书长政委 乃至跨部会像经济部 各部会的这个协助 我们也才能够提出目前的纾困措施 但是的确不足 所以我很希望说文化发展基金 能够尽快来订定相关办法 那上次 招伟跟几位委员也有提出来 我自己个人也在争取 就希望说这个5G的相关的标金的收入 能够提拨一部分 来这个纳入文化发展基金的裁员 那这一点我想我会继续的成全 我认为这一点我会继续的成全 我认为在数位时代里面 除了这些基础建设 跟这个通传的体系之外 最重要就是内容 文化的内容 那我们必须要是这个 传播跟内容并进 我是非常支持 我们才能够让整体的软实力发展 所以既然有这个5G的这样的一个 标金 是不是收入能够提拨一部分 来纳入文化发展基金的裁员 那这一点我想我会继续的成全 那本预算希望将来的一千亿里面 能够仿造 就像交通部也有体育署也有 其实我们益文产业 像过去我们常常提到益文消费券等等 这些部长 真的是疫情过后可以来刺激这些益文产业 那有关振兴的部分 其实在特别预算我们也编列的益文抵用券 那不过因为预算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是采纳入经济部的 振兴抵用券的模式 那因为预算不足以我自己来做一个完整的 就是益文方面就专门的益文 所以我这一次先采纳入 经济部的振兴抵用券的模式 那是希望将来的振兴的部分 我就觉得可以跟行政院专案争取 我就觉得真的益文方面 这个我也有在争取 就是说如果既有的抵用券不足 那是不是如果 经济部跟行政院在扩大相关的振兴方案的时候 同步再把益文产业的部分再增加 目前是如果有扩大 我也有信心说会 我们会再继续争取纳入 我们相关的组织的设计 其实我们的政策工具 都还可以再升级 那这些都在文化基本法已经有规划 那就是必须它来逐步来落实 然后跨部会一起合作 然后行政院相关的这个制度 我们如果也能够 让这个相关文化政策能够运转得更顺利的话 我相信整个文化基本法的精神和文化治理能够更好 谢谢很努力 谢谢很努力 我想英文产业还是比较弱势嘛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情绪能够加码 能够注意 能够协助争取好不好 不然看到其他人像江湖路这样 对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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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范云委员 好 还是有请郑部长 好 那个 好 部长早安 那今天我想我可能 因为今天我们那个法规修改 有个部分是跟身障者有关嘛 所以我先请问部长一个跟身障者有关的 有点像是细节上的一个 因为我部长很重是文化平均 那我想就细节上请教部长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部分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再跟部长请教跟纾困有关 好 那我想那个身障者部分 我就一起讲完再请问部长好了 那首先想请问部长 有没有看过一个 TLC上定期播映的节目 叫做小夫妻的天空 The Little Couple 有看过这个节目吗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部长很忙 我知道 有空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它的内容是在讲 一对那个骨骼发育不全症 就是台湾叫做侏儒症 那那对夫妻养小孩的 其实是很平淡的生活点滴 但是却扣人心血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节目 很心里很障碍 不想看 我觉得一定不好看 而且就是不想了解他们 可是后来看了之后 我就只要转到这个频道我就看 因为真的越看越觉得 蛮感同身受的 有那个同理心 那其实我们讲到偏见跟歧视 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一群人 那看了之后 就是如果将来在街上在哪里 遇到同样状况的人 我那个同理心一定会知道 怎么跟他们互动问问题 那我想部长正在养小孩 看这个应该会比我更有感受 有空转到可以看一下 那所以讲到这个同理心的部分 那我想部长一定知道 就是我们那个 这一两年就第90届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 他公开呼吁 就甚至后来华纳兄弟就是在2018年 就承诺有一个inclusion rider 就是多元包容附加条款 要保障弱势族群 他们的公平竞争 那因为我们都会讲保障 可是如何保障 就是要承诺 确保影视里面的角色 还有工作人员都能够忠实反映出 真实世界里面他们的人口分配状况 包含像女性有色种族 LGBTQ 身心障碍者等等 那其实我想我们台湾也是 有在做这方面 这样我们今天为什么会修正这个 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 就是因为联合国的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然后我们的施行法 那这两条我们待会会处理到的 其实也都讲到公事基金会 要负责公共化无线电视里面播送多元 那身心障碍者也是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比较想请问部长不晓得知不知道 就是我们的公共电视整年度的节目中 有多少比例的节目有身心障碍者的角色 那当然我不晓得公事有没有在做统计 那因为有统计才会知道 那因为台湾的身心障碍者 我查了一下他占总人口的5% 所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那个统计 公事有没有统计 然后对 部长知道 谢谢委员这个问题 我想委员这个问题的层次 就是说有没有统计在节目里面 多元角色 像身心障碍者这样的比例 那的确我是因为今天公事没有来 我目前了解也不一定正确 我们会再进一步向公事了解 但是就是说的确现在国内 可能比较是以这种身心障碍节目 就是说他兼顾不同障别 来设计节目的方式来进行 例如说他有这个听听看 然后公事手语新闻等等 或者说身心障碍行脚节目 或是用声音去旅行等等 那的确这样的一个委员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层次是 要再更提升去观照 在这个传播视听里面 多元角色的呈现跟融入 我举一个例子来回应 刚刚委员这个节目 像我有时候会陪我的孩子 看这个BBC 他有一个这个科学科普的节目 那他都会孩子参与 共同参与这个节目 每次要不同的孩子 那我也关注到说 他们要的孩子过程当中 他也会邀请身心障碍的孩子 或是不同肤色的这个孩子 来显现这种社会多元的背景 那这个我想就是回应委员 刚刚这样的一个关怀 所以委员的这个问题 我们后续会来再注意看怎么落实 部里面我上任之后 有成立一个文化平权推动委员会 我们从年龄 那么身心障碍 那么以及语言各方面 去检视说是否针对这些变相 有造成文化禁用跟文化参与的落差 我们尽可能去弥评 所以委员这个问题 我们后续会来进一步了解 好 感谢 对 我就知道文化部一直在做文化品权 那公事这个部分 因为今天刚好审到公事的法规 那希望有一个操作的方式 也许我们将来的检视 我们可能不会只登对公事 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文化平权 来汇报来思考说 我们怎么建立这个观察 或这个统计的方法 然后怎么鼓励各个传播的平台 或者是乃至创作里面 我就说传播平台怎么样来自我 自我来这个追求这样的关怀 因为毕竟公媒还是有它一定的 专业的自主的治理 那我们部会从政策的角度 文化平权政策 只要提供这种政策的思维 跟它的相关的这个方法 来提供大家来参考 好 谢谢部长 那再来也是一个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注意到就是说 也要肯定一下文化部 在107年度 有做全人友善博物馆的墨具 然后有友善听损的儿童 我觉得这个部分做得非常好 就让人感觉到就是文化在细节里面 我们都关心到文化平权了 可是我发现今年好像就没有这个预算了 所以我想是不是今年文化部 针对这些生长儿童的多元活动 没有规划还是说漏掉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蛮可惜的 应该要持续 应该不是说漏掉 因为是我们 我从2016年上任之后 就成立了一个文化平权推动汇报 那我刚跟委员报告 我针对不同项目去检视 然后鼓励各场馆跟我们的文化公共服务 或文化政策里面融入平权的概念 所以国美馆它就在每一个年度 尝试有新的创新的做法 所以我想这个是在107年推动的 那其实国美馆这几年也有针对视障者的 美术体验 那么像我们也有口述影像 这个电影的 对于视障者相关的表演艺术 或者是电影 叫做口述影像 口述影像的人才的培育或制作等等 所以每一个政策跟每一个管 它会提出这个常识性的做法 那我们会在文化汇报推动累计一定的成果的之后 我们会订定相关的指引 然后给各场馆跟各个文化政策 未来能够来在不同的环节落实文化平权 好 了解 谢谢 那这个就涉及到跟下一个有关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文化部这边要求做得蛮好的 就是我的团队去查了所有文化部辖下的那个网页 就是说从那个交响乐团到 譬如说史前文化博物馆等等 那我们觉得做得不错的部分 是里面都有无障碍的专区的网页 那也有一些资讯 那可是当然有点是我的团队查的部分 我们发现像刚刚讲的要去找的话 有时候有些资讯或你知道有这个活动 可是那个网页上没有 所以我觉得有两点就是说给文化部参考 一个就是说有些资讯会缺漏 希望都能够补齐 那第二个就是导览服务的部分 我想每个馆的能量不同我们可以理解 那也希望文化部可以监督跟催促他们 尽量在导览的服务可以持续改善增加 我跟委员做一个说明 因为这个网路上的网站上无障碍专区 指的是我们配合整个行政院各部会 他的资讯这个平台的一个无障碍的概念 他指的是网站的禁用的无障碍 那委员刚关切的是这个活动参与 活动参与 或说文化禁用 一文禁用或一文参与的无障碍 那我们定有 我们在文化汇报里面定有相关的这个指标 跟相关的这个计划 那我会再用这个书面资料给委员 那例如说我们要追求像无障碍禁用 例如说对于听障视障 然后这个以及这个轮椅族 那或者是说年长者 他们譬如说要提供口述影像或相关的辅具 或手语导览的影片 或者说放大字版的文字的显示 或者是说他的展示 这个台座要符合轮椅族的高度等等 挂画的高度 也就是透过这个视觉 听觉 触觉 等 那么来促进这种不同族群背景 不管是因身心条件 我们有多余的服务 语言的背景等等 他都能够有文化禁用 那不然当然因为最近疫情的冲击 有些碰触式的没办法进行 不过我想这些工作是为了 我们中长期发展文化平权的架构 来做努力 我再把相关的资讯呢 请同仁加强在网路上 让各馆他的友善服务 是不是都能够有充分的说明 那我们把资讯再提供给委员 好啊 我想最好就是说 无障碍者 他可以在看网页的时候 每一个不同的馆 或者是等等表演 就乐团的话 他都可以直接在上面 找到比较一致的资讯 好 那最后就是还有一点时间 就再请问部长 因为今天大家都很关心那个 就是纾困的部分 我想请问部长说 今天提出来的预算解冻案 有哪几项可能 移缓季被用在纾困的部分 报告委员 因为现在目前文化部移缓季 我们要承报行政院同意项目 那因为行政院 我也跟行政院主席总处一直持续的沟通 主席总处他希望说 特别预算先用 不足再报 移缓季集集 那院长跟部长初步都同意我15亿的规模 但是行政总有些规定 目前他们有同意说 我们可以超前部署 来承报这个移缓季集集的项目 所以我必须要等行政院同意之后 我会有详细的这个资料给各位委员 那但是我一向尊重大院的职权 就是说如果大院预算有解冻 如果我们有纳入移缓季集 我们才会纳入 那如果没有解冻的话 等于我们纳入移缓季集 也是不能动之嘛 所以我想这部分我都会尊重 委员会最后的决定 OK 好 谢部长 好 谢谢 接下来请陈秀保委员 谢主席 请部长 好 请部长 委员好 部长长 关于我们文化创业产业的发展 是以我们国家文化的底蕴为基础 以文化的内容为核心的关键 那文化部是以我们提升文化内涵 来提振我们的经济 从原创内容 从产业生态两个面向来落实 并且来形塑我们属于台湾的文化品牌 那在我们的报告 第14页里面 做关于解冻第三个案子 文化创业产业推动与辅导这个部分 对于有意投入文化创业产业的个人或团体 他们是可以申请文化创业创业圆梦计划的奖补助 那成为他们创业的第一桶金 去年的108年度的相较于跟前年107年度圆梦计划 都在1月初就受理 但是今年是109年度 却还没有排上去 今天已经是4月份了 4月1号了 那请问部长 我们受理的时程是不是有安排 报告委员 因为今年的这一项计划 我们在执行上有做一个调整 因为文测院在去年11月正式挂牌 所以我们在今年相关的有些计划 我们请文测院来整体整合 因为过去我们分属文创司 然后分属影视司 然后影视局 那整合之后呢 然后人文师 然后过去因为分属 这个文化部的设计 把各个产业分开来进行相关的政策 那么导致没有办法产生忠孝 那因为现在文化产业 其实它跨域的性质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需要整合的计划 我们移到了文测院 那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规划之后 就有逐步在对外 已经有提出来 所以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受理呢 他们就会有他们的这个推出的节奏 他们现在可能计划名称也会改变 那他上个礼拜已经有开过第一波测进方案的记者会 所以我们把计划预算给他 他做了整合 那么上个礼拜他就会 上礼拜他已经开了第一波的记者会 从1月份甚至从前年12月份就开始 那本席认为说 创作者本身他的创作过程是持续而漫长的 那本身创作者自己本身也都会 制定各个阶段他们的目标 那如果我们整个奖补助的这个受理时程 他也不确定 当然今年是因为计创有改变 可是对本身创作者来讲 他可能自己设定的时程就是在每个阶段每个阶段 他有目标去完成 那这样子像现在已经4月份了 还没有办法接受说这些想要申请奖补助的人来做申请 他已经有开过线上记者会 所以说 他已经有陆续推出他的相关的测进方案 他会逐步的来推出 那这样子的方案能够很明确的让这些想要申请的人知道 因为你整个时程不确定 一定会影响到他们本身自己创业阶段的各种 创作阶段的各种的目标的影响 他的方案包括融资包含投资包含补助在上个礼拜的第一次线上记者会 都有第一波的测进方案已经提出来 所以已经有在网路上要公告 那后续我想相关的专案也会逐步的再提出 那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文策院的原因 就是说第一个他来整合相关计划 第二就是说他发挥他专业的治理 然后他基于一个产业化前瞻性跟国际化的布局 所以很明确的说以后这个部分就转到他文策院那边的工作 文策院 对 好 谢谢部长 再来请教一下 在报告第三页关于解冻案第一案 文化发展评估与推动这个部分 有提到说鼓励各个部会都要提出跨部会的合作计划 因为部部都是文化部的这个理念 本系也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生活或处处是文化 那文化包括呢 有是有形的文物或器用的部分 也有无形的思想或价值的部分 那本来文化就是跨领域的特质 那依据我们岁出机关别预算科目设置要点 各业务计划科目的定例应该考量 就是说你们的执掌 你们的市政计划 还是你们的业务实际的状况 那本案办理文化人才培育的补助 跟讲培育跟补助 以及跨部会文化市政的计划 应该也算是符合我本身 业务计划这个定定的目标的原则 但本系认为说政府是一个团队 讲求的是整体的合作 那各部会应该要做到分工合作 但是我们常常到了就是有组织分工 可是忘了组织之间的合作 会变成说 机关就是以自己的本位主义 自己的自己责任定的部分去做 那这个跨部会这边的资源的整合 应该要落实 才能够做到说我们文化基本法 里面所说的 扩大文化参与 那落实多元文化 还有促进文化多样的发展 那所以本席要再次强调 分工就是为了要合作 为了更有效的运用资源 拿做出加长的效果 那本席也很肯定 我们部长的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那也希望说部长你能够坚持 对的事情就是要坚持 那上次我在咨询的时候有提到过 建议文化部可以协助一些演艺团体 演艺单位 向跨部门的去提出他们的申请案 然后也是同样的思维啦 希望就是说鼓励各部会 都能来加入我们文化施政的这个计划 让我们可以实现 步步都是文化部的这个理念 那另外本席也要提醒 我们部长就说计划会遭到冻结 其实也表示说委员对我们部里面提出的计划内容 是有一律或不清楚的 那就是表示说在整个预算的编审过程里面 就是沟通不够明确 所以希望说这个部分下次我们编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说事前的沟通 我相信说会比事后的这个部分再来做解冻的这个动作的话 会省事很多省事很多 那另外 要来请教部长 在我们报告的第十九页 有关于花莲文创园区转型的这个规划 有提到说要有半年的时间 来用工厅会 咨询会 座谈会 还有在地提案的方式 来广争地方艺文工作者的意见 以及民众的意见 那请问现在我们对于整个办理的规划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吗 目前办理状况怎样 我们在今年去年十二月 这个契约终止 那今年一月 我们台东生活美学馆先行进驻办理活动 那么二月我们就成立了在地的转型规划办公室 那么也持续的展开在地的咨询各式活动 那不过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我想多少都会影响 因为我就是要问说 因为他们也是要配合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工厅会咨询会 座谈会这样子的 目前都是有一些延期的情况 就是 因为大家都要防疫 那这样是会造成整个的进程会延长 但是目前是这样 因应指引里面有室内外 室内一百人以下 那户外五百人以下 那但是都要针对六项风险评估 所以实名制 然后保持距离 因为现在疫情要严重 对 都在这样的原则底下 疫情指挥中心 它也发布了 所谓的社交聚集的指引 对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 都要落实 对 所以说我们在办公厅会或咨询会的部分 可能就必须时程会有一些延后 或者变要缩小规模 或者是采其他的方式 因为本来我们预计是说在第四季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成果 因为这样可以受到延荡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行 目前我还不确定说是第四季会不会延荡 有我们都有要求各所有场馆 然后再来 部长针对我们中央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就是刚刚部长你也讲到 室内超过100人 室外超过500人 这样的活动是建议停办的 那文化部我们在考量英文活动 因为参与人数都是比较多的 都也避免要长时间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 降低可能传播的风险 那所以我们现在一些场馆 我们里面室内演出的活动都暂停 那或者说整个人数都控制 人数就尽量越少 那这个部分我们文化部所督导的 平见所属的场馆 营运的绩效 这个部分的衡量指标 那我们观众的人数以往一直都是一个 就是一个指标 那我们来餐长 来观赏的人数 或者说其实在各大的场馆 我们都会一直以人 人次人数来当做就是一个衡量 那像以后这样子的部分 我们也发生了疫情 这样子这么重大的疫情 但是一些场馆它能否继续 还在营运中的 以后我们的平见是不是不会 可以不要纳入说我们这种年度 成长的概念就是在人数上去要求他们 对对对对 因为江部长刚刚讲的 现在是防疫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们行政调控第一时间就有提出来 好 谢谢副长 谢谢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接下来请吴思雅委员 好 谢谢主席 请部长 好 请部长 好 请部长 当然我非常有信心 部长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一千亿里头 会有更大努力规模的一个 一文纾困预算的争取 更何况刚刚很多委员都提到 现在很主席 虽然来申请的不够多 因为还在进行中 可是原本的八亿已经不够了 对不对 已经不够用了 那尤其我又看到 德国 我想部长你也看到 德国的一文纾困预算是 500亿欧元 相较于台币的1.6兆 英国是1.9亿欧元 台币的63亿 那我们这一次 您很努力的争取 600亿当中的8亿 占的比例是1.33 部长 未来的1000亿 如果以1.33的比例 我们至少要守住13亿嘛 但是我想这您也不会 以这个数字为低标嘛 您会更大力的 您有没有一个可能的想象 包括因为政府一体 我想这四年来 我极力争取五花预算 我知道 那也为了有利于争取预算 就是我必须在政府体制里 做先做最大的努力 是 因为我觉得政府一体 那我也感谢苏院长秘书长到政委 大家都给他支持 有相关的回应 那我持续参与会议 持续争取 那其实不是只是说一个数字的钉钉 因为行政院的纾困方 也有它的计划 所以我们怎么样纳入计划 或是我提出主动提出建议 希望行政院能够有什么计划 我都会双向努力 那最后我会在4月中提出一个 一文产业纾困2.0 我个人啦 我知道在这里也不要为难您 但是我们大家 我叫文会的委员 成为您最坚强有力的后盾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过去在600亿的规模时期 是惨淡的争取到1.33% 我知道你用了很大力 所以不足 所以我另外一碗忌急 我很希望 我们自己才有 我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是所有部会 最早提出一碗忌急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合理的 我很期待 我们能不能够破3% 好 就把这个数字放在心上 可能也很低喔 3%也才30亿 我其实个人希望 我们能够有50亿的一文数 每次委员喔 这个 以这个咨询行政院层次的问题来咨询 好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前往你支持你的最强的肩膀 我只能跟委员说 我们也来协助争取 我这4年来都是全力争取啦 好 那不然另外一件事情 有时候争取到 有时候争取到这个主计长 在行政院走廊看到我都 我非常了解 您真的很用心 可能都害怕看到我 那另外一个部分 跟这个相关 我一定全力争取 好 我个人很期待 我有我心中的至少的目标值啦 我们也会努力想尽办法来跟我 跟行政院来反应 另外在 振兴抵用券的部分 我想要比较细部的来讨论 原本23亿 我们也是不得不的 纳入经济部 一起大家来share 其实后来连运动产业 大家都要来share的时候 更是我们三多周少 而23亿的振兴抵用券当中 还会必须绑国旅 那我看到您说的 即便目前是用23亿的振兴抵用券里头 但是即便跟国旅一起来使用 可是艺文的部分是全国各地都可以使用 因为艺文表演在各地 那我个人是希望能不能够在这一次下一波的1000亿里头 我们的振兴抵用券能够额外有一个艺文自己的专属 他就更能够来突破 跟经济部或其他部会共享的那个 要一致性的一个操作的机制 报告委員 因为这一次受到疫情的冲击 他是全面性的 那艺文产业受创严重 里面也有受创最艰困的 那他有各类型各不同规模 那现在需要纾困 疫情过后需要振兴 我身为部长 对委员我要追求 对艺文产业的帮助极大化 所以我必须要整体评估 那委员有时候关切个别问题 例如振兴抵用券 他当然越多越好啦 那但是 如果我们整体预算规模 有限或是还不确定的情况 如果我们在证金顶用券 增加更多的预算 那势必 前面的输入预算 那我们那就拖勾 我们在未来的一千亿里头 那就会排挤 所以我必须在未来的预算 整体来思考 整体预估 你有没有思考 就跟一般的 借金顶用券来脱钩 这个就必须要整体思考 因为你单一思考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造成 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我必须整理思考 所以在上一波 八亿的预算里面 我们必须要纾困先行 振兴再后 所以我们是争取一笔 振兴预算 抵用券三亿 然后纳入经济部 我是为了确保说 未来可不可能 三亿用于亿文 过去是这样 未来的一千亿呢 三亿用于亿文 那不要流向其他的产业嘛 那但是 让经济部整体规划 我们比较能够 让三亿直接发挥抵用的效果 这是当时的一个判断 那现在如果说 经济部政策如果方案有变化 我们要再相对应来思考 那或者是说 预算如果可以增加的时候 那我们会再做评估 但是 我觉得现在 对产业而言 我真的要呼吁 对产业而言 其实现在的纾困 它必须要到位 它才能够让亿文产业 挺过这个难关 那 正新抵用券真的是 之后 而且它是诸多正新的措施之一 那我能够跟委员讲的是说 我会整体思考 然后 抵用券若届时 三亿不足 那我们也会 请行政院 是不是考虑可以再增加 我讲我个人的观点 我非常期待未来的一千亿 我也可以想象 新的一千亿是更多的部会 更会如雨后春笋般的 因为在这段时间 各行各业 百公百业都看到 他们有纾困的必要 所以未来的一千亿的释出 各部会一定是 无所不用其极的 全力争取 而 在适用的范围 跟内容 还有可能操作的机制 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可以跟过去的六百亿的第一波 有所来 区隔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 未来的一千亿里头 除了我刚刚说的 我们全力支持 我本期希望我们有个五十亿的 用在艺文产业的纾困 好这我个人的主张 我相信 部长会很努力 但另外更聚焦在 纾困的艺文底用卷里头 我希望在未来的一千亿里头 是一个新的 只属于艺文的 不要跟经济部的其他业组的 放在一起的 那要有一定的计算规模 是 未来的机会就是这个一千亿 那我跟委员报告就说 在下一波的纾困的新的计划或预算 我相信行政院会有整体思考 就是我们第一波的这种纾困的模式 那现在行政院 他也会有他的 新的这个想法跟思考 政府是一体 目前 不管院长秘书长或者是政委组织的会 其实我们各部位首长 各部位都有参与 那我们会来协助行政院 来这个再提出纾困的方案 我们也会争取 我们艺文产业需要的预算的需求 那但是我相信政府一体 好 所以我会尽可能 了解 宝宝心里苦 但宝宝不说 提出建议跟我的这个 好 谢谢部长 因为之前还是关心纾困啦 所以我准备的一大碟 有关于今天 预算解冻当中的文化资产的费用 我可能没有时间去完整的论述 那我简单的抛出来 我请文资局的施局长来协助一下 那来我的PowerPoint可不可以秀到草山文资群的那一页 之前在第一阶段 也就是草山育兵馆的修复 非常感谢文化部的支持 我们拨补了两亿 因为我们拨补了两亿 当初都没有人想要来拨用 台北市政府看到有两亿 他就抢着说我愿意来拨用 这就是预算的补助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 那我今天本来有比较完整的时间来下一页 草山文资群 有非常珍贵的有不同的历史脉络的 不管是党国移序的不管是日治时期的不管是美元时期的 他还有非常多的名人故居跟非常多的自然文化资产 我个人一直希望能够纳入再造历史现场的一个计划方案里头 来我们来看再往下 那我先把问题提出来就请施局长我们会后来讨论 我上次谢谢草山育兵馆文化部的全力支持 另外有一个草山派出所是同样的困境 我们来看看能够怎么样来协助地方政府还有警政署 这是警政署的来我们往下面 再来下一页再来下一页再来下一页 好草山再造历史现场我要再讲一次 当我们越来越去爬梳盘点 发现在造历史现场会比我上一次两年前跟您提的 它可能适用的范围 它可能去扩及的整个历史现场的范围是更大 也就是更有价值的 所以因为时间到了 那我今天全力支持文化部的九案的预算 我们都希望全力来支持解冻 那当中两千亿的这一笔文资的预算 我当然全力来支持解冻 那我请局长我们会后来讨论 草山再造历史现场 我们如何跟地方政府 我知道第一线的发球权是地方政府 那请文化部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 几点跟委员检要报告 委员刚刚讲这个草山文资群里面 个别草山育兵馆抢修我们全额补助 然后像这个草山派出所等等 草山派出所现在很需要 他们都在提出来 那中山楼在做文化景观等等 其实个别我们能够帮忙的都在进行了 甚至全额补助 但是再造历史现场就像委员 当年我们这个北投生活环境博物馆 其实是我跟委员去视察 还要建议拜托台北市政府 你提出来 建议您拜托您提出来 我们来补助 因为再造历史现场 他必须在城市里面 区域型的文化资产的修复 以及区域型的空间治理 所以他一定要地方政府来统筹进行 所以他必须地方政府 提出来 那的确台北市政府提出的计划 是比较少的 而且比较消极的 其他地方政府有的两岸 有的三岸 所以我作为台北市的立委 所以我可以再呼吁 重要的 像后来我也 这个侯市长上任之后 其实我们也建议他这个酒精水 这个十三层 水晶酒 水晶酒 水晶酒计划 那个区域很重要 那新北市政府也很积极 他们在思考说 这个区域是不是来进行整体性的文资的治理 我想这些地方政府我们有三十几岸 在各县市地方 这个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区域型的文资治理 我们希望地方政府积极做 但这涉及前瞻预算 因为前瞻预算 四年今年到期 所以 谢谢主席 都没有 我们这个预算是在计划里面 我让我也了解 我让我也了解 我们一起来推台北市一把 才知道怎么努力 好 我们一起来推台北市一把 然后文化部来帮一把 好不好 谢谢辛苦了 好 好谢谢 接下来请李德伟委员 主席麻烦我们郑立军部长 好请郑部长 委员好 部长早 部长我想首先 今天本席要特别提出来的 是有关于学生的部分 我想学校的毕业连展 对于很多相关的艺术文化建筑 以及设计学系的这些学生 都是一个必经的路程 那我想这些学生在他毕业的时候 把他这四五年来学习出来的成果 能够展览给不管是相关业界的朋友 甚或是我们的民众 那我相信这个对于学生本身而言 或者我们培育他成为未来我们相关文化 以及设计方面人才 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些贡献跟一些影响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我知道我们近年来也非常在推广 我说这些文创的产业 但是这边也要跟 部长特别的反应 我想要举办一场对外公开的一个连展 他从展场的设计 展架设备版面的输出 许许多多庞大的金额 其实都落在学生的肩头上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本席今天要为这些相关学系的学生 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人才 来跟部长请命 是不是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不是我们文化部 可以来考虑有一些措施 来帮助这些毕业的学生的连展 报告委员 是我们在过去几年 我特别在各项的计划里面 请部里面盘点 能不能增加在青年 这个相关艺术文化的计划的支持 是 那其实各单位都有提出来相关 那我们把它融入各项计划 那例如说 这两年开始启动的这个 台北时装周 时尚产业的相关的支持计划里面 我们特别在展览里面 都有融入学生 年轻人的参与 那例如易发司的 相关的这个青年艺术 这个萌芽的计划里面 甚至空总有青年夏日艺术节 那么艺术银行里面 也特别把这个年轻人的部分 匡列 这个相关的这个支持的预算等等 所以我们有全方位在进行 那委员特别关心的这个 怎么接轨这个毕业 生的这个联散的部分 真的非常非常沉重 我想这个我会再来跟教育部讨论 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有相关计划 都可以支持 好 那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非常好 我再来跟教育部讨论 好 是不是能够更系统性的来互相合作 好 那这部分呢 当然本席接下来我就说 前面的部分就拜托部长 那第二部分 当然我们来谈一下 我们目前台湾的文创园区 我想当然华山文创园区是最早开始的 那一直我说到后来松山烟厂 也转型成为松山的文创园区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由于它的租金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也一直在反映 某一种程度在这园区里面充斥了高级的餐厅 跟相关比较商业的展览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它跟我们文创发展意志中 部分我应该这样讲 中小型的艺文团体 或者其他的学术单位 就没有办法去进入了 所以这文创园区的经营 您会不会觉得 我不要说完全变掉 但是有走 已经走掉了 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不是可以请部长多来思考 是报告委員 这个是我持续在推动转型的工作 因为我担任立委的时候 我也深有所感 就是这些文创园区 因为都早年 以ROT的方式全园区委外经营 那它基本上是一种 把空间经营 空间管理委托民间进行 所以势必这个厂商 它必须是以空间营运为主 那当时我们希望说 在空间营运过程 达成对文创产业的支持 跟辅导的这个政策功能 它是会比较低的 因为它空间营运必须要自长 所以它就会有这个租金的门槛 那么以及它空间 举办什么样的展览 比较有收入的效益等等 商业逻辑在里面 所以我认为说 完全以空间营外进行 这种ROT的模式 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发挥文化政策 我们期待的功能 也就是政府的政策 反而你营外之后 不容易进去 那所以我这三年 除了松烟 因为松烟文创园员是台北市政府主管 那我文化部所属的文创园区 我们逐一在进行转型 那整体的第一步 我组成检讨平台 我们针对餐饮 这个复合式的餐饮空间 纯餐饮都已经低于15% 然后我们希望鼓励创作者进驻园区 一些艺文创作者个别的 降低进入的门槛等等 那么提供文创业者优惠租金 这个都已经进行了 这是统一第一波检讨 第二波是逐一转型 像我们台中文创园区 已经转型成文资园区 因为它是文资局指引的 我们直接转型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花莲文创园区 它是101年委外契约 去年12月终止契约 五大酒厂 花莲文创园区 我12月终止契约 那我们1月就已经启动转型 现在正成立转型办公室 纳入地方参与意见 那我就有三个层次的功能 希望在以后发挥 第一个是文化政策平台 第二在地的艺文支持基地 像艺术家创作者进驻 然后创作工坊 然后展演等等 那第三就是 现行的这种文化商业 文化经济或附属设施 那它就不会再 是完全的主体 所以有三个层面在进行 那但是我们要逐一评估 像华山它是台北市 它当然营运状况 它比其他好一点 那但是我们也有未来 华山转型的方案在思考 所以要想要 请像松菸的部分 华山台北市那松菸 松菸是台北市政府主管 所以这个部分 本席想要请部长 稍微 可不可以跟提醒他们一下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说107年松菸的室内场地收费表 文创优惠价跟义文优惠价是六折跟两折 那学校单位申请的话是可以两折 但是呢 这一项象征公布们对于义文学界的补助制度 在108年就全部被删掉 所以您刚刚才解释 由于是台北市政府管 所以不好意思 您这边也特别 但是我想我要做的是说 我自己文化部所属的文创园区 有一些因为是早年签的契约 也说契约必须 政府它还是必须要某种程度 依循契约来进行 但是我能够全力做的转型 我都启动了 那我来做一个示范 我们至少我们中央先来透过转型 来提出新的文创园区的思考 所以台中转型了 花创正在转型 然后这个嘉义我们有降低一些进驻的门槛 那台南目前的营运还好 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机构要进驻 那这个华山我们有未来2.0的计划 那这个2.0计划之后 我们在华山的文创园区 在这个契约履约到111年 我们也会再提出 华山未来下一个阶段 可以的转型 然后搭配2.0一起来进行 所以我自己先来做示范 那我相信我们可以跨越 上个阶段的这种文创园区的它的模式 希望来引导地方政府的文创园区 也能够进一步更符合 艺文发展生态系的需要 因为当然我想 其实文创园区在台湾发展的历程 的确没有那么长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的确前期也许 我本系也认为是一个实验性质 或者一个初阶段性质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由于太过的商业化 或者是受限于市场经济的一些 的要求 所以让我们现在感觉 我们的文创园区 跟其他先进国家比 的确我们有非常多转型 当然我想 刚刚部长也讲了非常多 所以当然也期许部长在 未来的这些的日子里面 如何加速 当然在市场经济 跟我们艺文发展的部分 来做一个平衡跟协调 那我最后我要提一下 关于今天解冻预算的部分 因为我想 刚刚我们今天也看到 这个在文化交流研发计划下向 补助文台会这2000万 因为 当然我也看到了 其实大多数是一些国际的交流方面的东西 但由于今年疫情的发展 其实因为冻结了2000万 是有关于国际跟两岸区域布局计划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其实今年的疫情的影响我想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不是部长可以稍微来思考一下 因为你原本的预算达成率恐怕就不高 这我们都思考了 我们要恳请大院支持解冻预算 因为目前预算解冻之后 我们的年度预算 能做的继续做 疫情期间 同样的预算的用途 能调整成疫情期间 能做的继续做 不能的 我们已缓即即 那我就必须把所有的预算用到极致 能做继续做 能够调整成疫情冲击下可以执行的模式 我会进行行政调控 两者都不能的 就是不能做 我就会以缓即即 那因为现在 我们已经有特别预算 我们还要争取下一波 我既有年度预算 每一笔对我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这边提 本席给布朗一个建议 你这样是不节动 你可以先去争取别的 不行 不是不行 可以啦 我一定会争取 你到时候 的确我会争取 但是 争取特别预算 是 我们文化部的预算 我一定要把它 发挥到它所有的功能 就像这一波的特别预算六百亿 我争取到八亿 我自己就先以缓即即七亿 但是我还是要报行政院同意 所以呢 我还会继续盘点以缓即即 所以我要恳请委员会 就是说 如果解冻 我还是会整体看 能做的做 能够调整成疫情冲击下 可以做的做 不能的 那我就以缓即即 那所以我还是 当然我会尊重 委员会的决定啦 就是解冻以后 我才能够来做这些调整 了解我这只是给 给不上个建议 没有错 这的确是一个 需要整体来说明的 一件事情 那我想经过说明之后 我真的要拜托各位委员来支持 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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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接下来请賴平渝委员 谢谢 主席 麻煩主席请部长来接受咨询 好 请郑部长 哈喽 部长 今天很高兴可以再来咨询部长 因为我想文化部这边也知道 我真的非常关注你们相关的业务 那首先我又要开始问文策院的事情了 不好意思啦 因为我真的是很关注这一块 尤其是影视娱乐的发展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 有关我们文策院预算结冻的问题 因为怎么说 因为文策院基本上它就是作为 台湾文化国家队中重要的一员 那我自己或是说 我相信很多台湾人也都很期待文策院的表现 那上次其实我也咨询过了 就是说希望文策院这边资源跟人力 可以赶快到位 但是我看到你们在预算解冻报告中提到 就是说 未来文策院将在不予民均利的情况下 逐步提升本业收入减少对政府裁员的依赖 那我这边我就想要请教了 目前因为我刚才就有提到一件事情 也是我很关心的事情 就是说 文策院的人力都还没到位的情况下 你们预期提升本业收入 然后减少对政府的裁员依赖 这件事情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达成 对这是未来 所以我们今年给文策院预算应该有11亿 对 有11亿 那我们人力的预算给他109年的人力编制预算是150人 那这个都在本来是三年要达到我家数 在成立的第二年就编给他足额的能力编制的预算 那所以我们在人力编制预算上 在这个整体预算 那最重要是国发基金100亿的投资预算 委托文策院进行 然后以及我们还有 在11亿里面有一些相关的科技计划 等等让他去搭建平台促进民间的资源的整合 所以目前我们给他比较充足的政策工具 那这边指的是本业收入是未来 是希望说他在相关的运作里面 IP的开发等等 未来辅导产业有成之后 那他的会有一些收入 但是我当时有宣布 成立行政法人不代表他自给自足 行政法人我们一定要给予 因为他承担公共任务 我们要给予他预算 我要给他政策工具 所以其实我是准备了三年 他成立之后给他充足的政策工具 那第二个您关心人力 我还是要再跟委员说明 就是说人力编制没有少 我们就是规划150人 跟预算都给他 但是之所以要成立行政法人 就是他有他专业的治理 我必须要尊重董事会专业治理 所以他要禁用什么样的人才 他要分几个阶段禁用 我们要信任董事会他的治理 否则我们当时成立行政法人 就没有达到他尊重专业治理 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相信他是逐步在禁用 那去年50人 我看到现在新的数字 4月1号是81人 所以人力编制还没有用满 所以没有编制不足的问题 我想是因为他逐步在 发展他的组织当中 那我想就分两个问题来讲 因为其实像上次我问部长您的时候 或是说后来我们再问文化部的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回应都是一样 就是我的理解是说 文化部这边的态度是说 阶段性的补充人力嘛 那我就会想说 那阶段性的话 是不是有没有一个可能 就是说还是给我们一个期限 一个你大概什么时候 可以补足人力的期限 报告委员 行政法人 为什么要成立行政法人 这个政府应该做 但不适合做 那么民间 也不适合 就是说民间他也没有办法 自己做 所以要成立一个公法人 作为政府跟产业间的平台 所以我们既然成立行政法人 其实我们在专业治理上 必须要一个手臂的距离 所以我作为部长 我是平常不介入像国表义 文策院 乃至公共媒体的人事权 我是不介入的 我们任命董事会之后 之下他编制里的组织 人力的禁用 我们尊重董事会 董事长跟院长 他的治理 他才有他最大的专业空间 所以这件事情 的确不是部长用我的职权 要求他禁用谁 然后要什么时候 禁用多少人 因为他的禁用 他组织设计 组织是为了完成他的mission 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安排 他在逐步阶段禁用 也许他有他人才 这个禁用的标准跟原则 那么他逐步在开展 他的组织的编制 他有他的空间需要规划 所以我想是不是这部分 我请委员 我们一起来尊重他 董事会专业的治理 我觉得这分两部分 第一个说我当然是同意说 禁用的人才 这个一定是他们自己去决定 这个部分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人力的缺口 真的是蛮多的 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说文化部这边 可能要适时的去提醒一下文策院这边 那再来就是我想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就是说 我看你们的解冻报告 有提到文策院预期制筹的裁员是 受委托研究或提供服务之收入 文策院营运及产品之收入 还有接受国内外公私立机构团体及个人捐助 那我就想要请问了 目前文策院已经接受了哪些委托案 跟现阶段的人力资源有办法达成吗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人太少 所以我会一直对这部分有所辞意 那再来就是说在我的了解 就是说目前文策院有个状况是 文策院接的案子都还是文化部自己包出去了 比较多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是所谓接案子 不是 文策院它的设计里面在它成立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把这过去三年来相关的政策工具 那么结合在文策院上 例如说国发基金一百亿委托大家进行 那例如说我们相关的科技计划 那文化内容开发的相关的计划 委托文策院进行 例如我们在国际的拓展相关的展会的规划 那么产业的调查 委托它进行 那为什么要委托它进行 这就是我们当时要成立文策院的目的 我们希望它终整进行之后 对文化产业的生态系 以及未来前瞻性的布局 能够有一个终整的预算可以运用 然后能够有比较全面的规划 然后来发挥它专业的治理 那所谓专业治理就是 它在相关的人力要松绑 那么相关的财务上面采购法 我们这个采购法的改革之后 采购法适度的松绑 它才能够去服务产业 那么做它该做的事情 所以是在这样的设计下 我们把一些预算 那么在预算书名列 来委托文策院进行 所以并不是文策院来接文化部的案子 所以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委员说清楚 就是说文策院它整个组织的设计 就是要达成 来作为产业发展的中介平台这样的角色 布总我了解你的意思 但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现在看起来文策院在做的事情 都还是跟公部门有关嘛 那我会希望 他就是一个工法人 他必须要承接文化部的政策工具 然后搭建平台 然后导入民间的投融资 那么建立民间产业跨域合作的平台 甚至跨国合作 然后去开拓国际的通路 如果他没有政府的政策工具 他从零开始 他就没有办法有效 有快速的来服务产业 所以我们把三年的政策工具 结合在文策院里面来进行 我了解部长的事 我也没有觉得这样是错的 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说 因为我的理解就是说 现在文策院跟民间 这边的融资或接触 相对的还是 以比例上来说没有这么多 那我前面也有说到了 你们自己有在 预算解冻报告里面 有提到相关的内容 然后相关的目标 那我觉得现在的状况 好像是还没有办法达成这目标 那我当然也可以理解说 目标不是一蹴可及的 所以但是我在这边要提醒 就是说文化部 文策院这边应该要注意这个部分 然后再来是我想要再询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目前我们台湾的动画产业都说 有说几个问题嘛 事实上尤其是在我不管是就任前或是就任后 我都接触了很多业界的人士 那最常普遍的 普遍的怎么说 feedback就是说 目前台湾的动画产业缺资金 人才留不住 公司经营不下去 大于偏低 这都是常见的抱怨 然后所以说我们的从业人员都往美国 日本或甚至是中国跑 那除了文化部每年益住公务预算 然后加上现在文策院的辅导融资 试着去带动我们的动画产业外 文化部认为 补足资金这件事情就能够做出 令人亮眼 眼睛为自己亮的作品吗 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过去这几年的政策 我们就是壮大生态系 那么包含ACG产业生态系 包含整个文化产业 跨域发展的生态系 所以我回到刚刚文策院的议题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一年就要要求达到什么量化的KPI 我们希望文策院跟布林 我们提出135年的计划 一年要把整个生态系支持体系建构起来 包含政府政策工具 包含民间的投入 包含文化金融体系的建立 你当中有什么无形资产 建架的机制等等 完工保险等等 这些政策的这些工具的开发 那么三年把产质量提升 所以在投融资的投入 最重要是产质量提升之后 希望台湾的文化才能够品牌化 我们在五年在国际上 能够有一个国家文化品牌的一个呈现 一个软实力的呈现 所以它是一个中长期的计划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生态系 所以绝对不会只是认为说 有钱就能够壮大文化产业 但是没有钱 没有投融资 产业的发展是困难的 那过去投融资的关卡 我们大概逐一在解决 那其实刚刚委员说投融资案件少 事实上申请的非常多 所以我们是在这一年内来行锁文化金融体系 让这些同志能够专业的导入 他必须要建立他文化金融体系 专业的评估的模式 然后专业的导入 才能让产业永续的发展 我同意这个东西绝对是要有 短中长期的计划 这个是一定的 但今天我会这样问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文化部给我们的资料里面 这个东西好像还不是那么明确 因为我当然都同意 其实委员我这四年来 我这四年来都不断的去说明 然后我想我们有相关的资料 我再请委员补充 有需要委员我都可以到委员办公室来说明 但是我是希望说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政策思维的转型 政策的转型 这个是过去文化政策 我认为它的瓶颈跟困境 我们没办法靠单一的辅导金 也没办法靠颁奖 单一的政策就能够支持一文产业 它必须要整个壮大生态系 然后产质量提升品牌化 所以我们把相关资料 需要的我们再给委员 其实它需要政府民间一起合作 未来是一个跨业 跨平台 跨国的一个文化的趋势 台湾要把文化产业由内而外 壮大走到国际上 它必须要全方位的努力 所以我才在组织的布局上面 做了这样的一个设立文测院 然后文化部在行政院 我们争取部部都是文化部 其实我们的政策工具来自各部会 包含国发会 包含经济部 包含科技部 包含金管会 包含财政部 其实各部会都有参与 文测院里面有好几席董事 来自其他部会 所以这必须要全方位一起努力 没有 这东西我当然同意 但我刚刚一直就说 我觉得这部份其实 第一个我觉得文化部应该要补充更多资料 第二个我觉得这些资料也要更公开 因为我觉得连委员都会有这样子的疑惑的话 民众一定更疑惑 这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我还有很多有关动画产业的咨询 我想是不是就用书面咨询的方式 再给文化部希望有一个答案 谢谢 谢谢主席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 郑委员咨询结束后 我们休息五分钟 郑委员咨询时间五分钟 好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 有请部长 好 请部长 委员好 部长好 这个有限广播电视法 在104年12月18号修正45条 但这个法律的主管机关不是文化部 不是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相关的部分 这个有限广播电视法第45条 第一项规定 系统经营者每年按当年营业额百分之一 之金额 提交至中央主管机关成立之特种基金 这个中央主管机关就是NCC 那这个第二项的部分 前项系统经营者提交至金额 由中央主管机关依效列目的运用 第一个就是第一款 百分之三十交给NCC 来统筹运用于有限广播电视之普及发展 第二第二款是百分四十 波富直辖市县市政府 那第三款是百分之三十 监政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这是百分之三十 那另外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项 这个特别增加了这个有限广播电视法 第四十五条的第三项 这是104年12月18号修正公布施行的 这第三项是前项第三款 也就是要拨给公市的百分之三十 至停止实施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至停止实施之日期 原监政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至金额部分已由中央主管机关依前向第一款规定运用 这条条文我在上一届多次咨询这个NCC 在这个这一届开始之后也咨询NCC 他们的回答一直是同样的回答 他一直说西洋文化部的同意 西洋文化部的同意 同意说这个停止实施的日期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当然这个我是第一次跟这个部长来提这个事情 既然这个NCC这样子说 所以要请这个文化部去跟这个NCC来沟通 到底还要不要这个百分之三十 因为法律已经公布修正这么久了 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一零五一零六一零七一零八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 然后这个其实对 这对偏远地区来说 对偏远地区来说 很需要这个百分之三十 等一下我来告诉你 好为什么这个很需要这个百分之三十 是因为这个第一款中央主管机关统筹用于有限广播电视之普及发展 所以有了这个给公司的百分三十给NCC的话 他就会有多了一亿左右的经费 好我们看先看这个 延民会跟公司的议算的比较 这是一百零八年 延民会是延文会 就是财政法文化实业基金会 它是五十一亿 五亿多了 五亿多 这还包括广播 还包括广播 这个公司 这个 二十五亿 事实上他收的那个 那个刚才有限广播电视的那个经费只有一亿 其实比比起来对他来说是 多出这个也没什么多大的意义 但是对偏乡来说很重要 有限广播电视基本频道的收视费用 就给部长看一下 这个我们 新北市 有限广播电视基本频道的收视费用 民众要缴的 在新北市是五百块 台北市四百九十五 到了台东要五百八十 花莲五百九十 当然还有屏东还有其他地方 然后这个尤其是偏眼地区 所以对这个NCC来讲 如果他有这个经费 他可以去做这些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些 NCC的议算 其实事实上也真的不多 所以这个部分 因为今天是第一次跟部长提了 是不是部长能够跟NCC来沟通 然后就赶快报行政院来核定 实施日期 报告员是这样 因为的确法律有这样的一个条文 那但是因为公事他现行公事法里面 他规定说政府对公事预算的捐赠 每一年逐年下降到九亿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给他的预算里面 年度的统筹性的预算就是九亿 他维持他整个公共电视的运作 那其他您刚提到二十几亿 那是包含计划预算 那计划预算毕竟跟年度预算还是不同 计划预算会有很多限制 像在人力编制上他就 他就没办法来发展他中长期组织 这样的一种人力的编制 没办法聘这个比较是中长期的这样专职的人力 那所以不利于一个公共媒体的发展 所以我有提出公共媒体法 目前在行政院审议 那如果他审议完送到大院能够通过 里面他对他的预算就有重新的安排 那我想重新安排之后 这个条文他就比较可以来进行修改 但是他的前提是说 政府对公共媒体要有一个独立的预算的安排 让他有充足的资源做中长期的发展 未来国际化乃至数位时代的转型 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发展 那至于您关心的偏乡 或者是说其他地区的基础建设 那这个其实我也认为很重要 我觉得现在那个5G的 我们要不要依法的问题 因为会 你不觉得吗 104年12月 如果今年公媒法能够成立 公媒法能够通过 或者是文化发展基金能够成立 我刚刚有回答其他委员 文化发展基金 未来也希望能够支持公共媒体独立的预算 所以我想在这个今年我们尽数来进行 那就可以来落实相关的法规 那至于委员关心的议题 我也很关心 因为虽然是NCC的职长 但是我相信在这一次的 他一直都说是要做文化部的同意 但是在5G的这个标金的收入的应用底下 也有相关在基础建设的部分 所以我想NCC或政府会做整体的安排 因为这两者目标都重要啦 公媒发展以及我们整个全国的 这个未来传播的基础建设 尤其偏乡的数位机会的权利 我想这件事情我也认同好不好 让我们把握时间来进行 府长不要那么快做决定 公共电视是政府建筑的 客家电视客家广播也是政府建筑的 原住民族电视原住民广播 都应该支持 所以但是如果我们相对比较这个预算的时候 不会 未来我在 相对比较这个预算的时候 所以未来是未来 未来我在公媒法 公媒法里面其实我是希望 政府对公媒的支持 有一个整合性的安排 然后充足对 政府要率先依法 也包含圆明台客台 政府要率先依法行政 我觉得两者都重要啦 圆明台客台公事 重要的是政府要率先依法行政 好 两者看怎么样来一起努力好不好 非常感谢郑文元 委员 这边一起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你好 我去看到 我来说 我去看 那我来说 吧 我去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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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继续开会 接下来请万美宁委员 好谢谢主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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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只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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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感谢观看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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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立法院 我们在 我们在 在 我们产业的一些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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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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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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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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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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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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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